離開你 我像一個逃兵 無處可去 也無路可退 脆弱的淚 總在提醒自己 這失敗的滋味 讓自己好累 分手原來是那麼簡單 一句話 將所有都改變 我的明天 該怎麼來安排 我是不是應該 把心藏起來 過去的一點一滴 你也許早已忘記 可是每次我想起了 你還是哭了 哭了 哭了 愛要有你才完美 我卻無力再挽回 長長的夜 獨自去面對 我不想聽見你愛上了誰 愛只剩下一段灰 曾經燃燒得很美 今生今世又過這一回 我不會再讓自己心碎 愛要有你才完美 我卻無力再挽回 長長的夜 獨自去面對 我不想聽見你愛上了誰 愛情剩下一段灰 愛情剩下一段灰 曾經燃燒得很美 今生今世又過這一回 我不會再讓自己心碎 你來上海多久了 我來了有快十年了吧 十年 還住這兒 這上海 更難混了 其實想想住這兒也挺好的 除了就是晚上有點吵 打呼嚕的 摸牙的 有了這兩個 這一閉眼呢 就跟家裡的床上是一樣的 對了 兄弟 我這兒還有倆呢 來 拿著給你了 謝謝啊 謝謝啊 謝謝你 這兒是這樣 請 你二十五個 怎麼可能 給我晚上幾個小便 一會兒 真的有個女人 那個妳的這個 我那一會兒 你還給我 真的有個大衣服 能不能跟我现在相比吧 要跟十六岁的我相比 那才公平合理啊 是啊 要是你的十六岁和现在相比 你程宇怎么说来着 苦尽甘来 还有个一劳永逸 不管怎么说 房间打扫得不错 提这么早 有重要的事要做吗 如果帮我爸花钱 对你来说也是重要的事 嗯 那我是要去做些重要的事了 维莎 如果你觉得说这些话能激怒我 那你真的是太幼稚了 能帮你爸花钱的前提 是要能帮你爸挣钱 你在这个家吃的用的一半 都是我挣来的 为什么这么严重 我只是说 一会儿我要去K11 帮我帮我抛买份生日礼物 请问 我可以从我爸的那一半里 拿点零花钱吗 你爸林总不刚给零用钱吗 零花钱这就花完了 花在哪儿你也应该知道 为什么要问你 这个家的财账开支呢 我都要跟你爸商量 尤其在你家家问题上 是吗 那算了 不麻烦您了 我洗完了 无论 有另一个方法 不知道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我看你家务干得不错 用家务来换取报仇怎么样 你爸不经常说吗 精致呵护自己要从洗衣服开始 你在美国经常帮你妈妈做这个吧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告诉你 这里 不是我家 你也不是我妈 请我不要了 Have a good day The same to you The same to you 好 哥们儿 电话 电话 我走了啊 嗯 喂 你钱包落好觉了 我知道了 我今天过来拿 晚上八点八 过来 你晚上有空 别不问我晚上有空 我也不知道 你会觉得你会听到我家里走 163 你会不会听到我家里走 你会听到我家里走 下午逛街去呗 叫什么好路 一块儿逛南京路去 你不想去 我没钱 你俩一起去吧 拜拜 谁说逛街要花钱啊 还去不去 请进 请坐 黄先生 您怎么突然亲自来了 你是要办什么业务 也不天天打个招呼 万一我不在呢 我要办特别重要的业务 需要我做什么吗 你原谅我就行 你不知道这两天特别忙 竟忙的是朋友的声音 我自己的事全忘了 其实你说的这些 打一个电话的时间就解决了 那怎么行呢 这么重要的事 必须我自己亲自来 你 你干吗 你干吗呀 喜欢吗 你是不是总用这招 哄女孩子开心啊 那当然 到目前为止 还是挺奏效的 我经常这么着哄我妈 这你会聊天啊 行了 行了 下了班之后跟我去吃饭 我得拢我来见你 我订了王江阁的位子 可是我已经约了闺蜜 一起吃饭了 我 当然会把他们推改 给你一起吃饭 小鹿 小鹿 你真打算李不帆成国也好啊 还是一时冲动啊 其实我觉得当初吧 我们两个都有点草率 当初 哪个当初啊 结婚的时候还是离婚的时候 结婚离婚都有点草率 老白 你说晚上我穿什么呀 我见到他我该说什么呀 来 要不要我帮你喂一口 我讨厌你 不要再碰我 我觉得吧 你必须穿那种 吕布凡没见过 但是呢他一看到 就后悔跟你离婚的 那谁给我进来拉个拉链啊 来了 小璐 我跟你讲啊 你要记住两点 第一呢 不能让她发现 你精心准备过了 第二 你要让她看到 你已经摆脱了过去 摆脱了跟她罹患的阴影 你已经焕然一新 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样她才会注意到你 她才会后悔 才会自残行贿 追悔莫及 你知道了吗 好了吗 好了 老白 老白 好看吗 我告诉你啊 这盘你要再输了 你就得帮我去啊 顺便给我把钱包剩完 咱们就是找个借口 想再回去我告诉你 你借口的东西都收拾吧 输了啊 不打了 你这不是大军 你这军是现分 这事就你去最合适了真的 对了 两个人的事我不删 我袁总 怕什么呀 怕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的 你有什么好怕 谁说我是怕了 我是不愿意看见你 外生人的副嘴脸 这时候说这个话了是吧 好的时候嘎好的 两个人恨不得穿一条裤子 不好的时候 瞧你们都说这话 我看仇人似的至于的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眠 那一日夫妻百人的 这不能从离婚中吸取减症能量吗 不是啊 那那一日夫妻百人 在女外相女儿上就是个屁话 我不是他搞什么呢他这是 我不是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还是省省吧 没有啊 我是想为我之前的态度道歉的 我对不起 我想 我可能是为爸爸的事情生气吧 他把我弄回中国又不陪我 这跟我在美国有什么区别啊 薇萨 你爸爸他不是不想陪你 他呢怕你一个人孤单把你接过来 自己来照顾你 再说他也怕你一个人生活不安全 你还没到一个人独立面对生活的时候 他不能陪你呢 都是工作兴致造成的 我们现在正在希望能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既能照顾好你也能把工作干好 你要理解你爸爸好吗 你知道吗 以前他每年最多只能陪我十天 所以我特别珍惜这十天的时间 我记得有一次 他说要回来看我 我很早就去路口等他 可我等了一天他都没来 第二天他来了 我就给了他一巴掌 那时我才五岁 之前你告诉过你爸爸吗 没有 爸爸在别人面前一直夸我 我怎么能跟他讲这些啊 薇萨 你应该把自己真实的感受告诉他 不用了 跟你说完之后 我觉得舒服多了 谢谢阿姨 薇萨 阿姨不能冲到你妈妈的角色 但阿姨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好吗 乖乖的 好吗 去吧 李不凡你好 你想进来坐坐吗 你好 李不凡你好 好久不见了 李不凡 我好久没见你好想你啊 我好久没跟你聊天了 有些话想跟你说 你想进来坐坐吗 是啊 我是想跟你好好聊聊 你要进来坐坐吗 我准备了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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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不凡你好 我准备了红酒 我需要跟你好好地聊一聊 推心致富地聊一聊 请您进来 什么呀这是 喂 妈 那 前我给你打在卡里 我就不回来了 嗯 嗯 哎呦 你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滴妹吧 我老七 你找谁啊 我是李不凡的朋友 他让我帮他拿下那个钱包 李不凡他人呢 楼底下 你让他上来 我有话要亲自跟他说 我打过我爸 你 打你爸 我高中上的也是寄宿制的 就是那种专门为高考的 特别好的学校 有一次 我终于拿了年纪前十 特别开心 回家报喜 一开门 看见我爸在打我妈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看见了 但是那一刻我觉得我长大了 我拿起个酒瓶子 就朝我爸背后扔了上去 那你爸没打你 我跟他说 他要是敢再打我妈 这一辈子我赚的钱 他一分都拿不到 从那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高考结束 我就来上海 打工挣学费了 但是我听说 我爸再也没有打过我妈 他其实很聪明 他知道 我是他后半辈子唯一的指望 我是一个会下惊叹的鹅 他就是个胆小鬼 你 你今天有点儿 我今天出门之前 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 她说我爸喝醉酒 掉在河里 咽死了 打了公司份她要两万块钱 她没有让我汇过去 这就是我的人生 这就是我的故事 你听完了 可以走了 我今天来就没打算走 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胆小鬼 那人是谁啊 几天不见 大设计师都有助理了 这半脚的凳子已经扔了 是不是觉得现在这个屋子里 特别宽敞啊 这屋子本来一个人住的就合适 再多一个人都急 你等会儿 这个家里 好多东西我都找不到 能麻烦你等会儿告诉我一下吗 你要找什么 你要找什么 比方说 这个 喝红酒的高脚杯 就在柜子里呢 就一个呀 就一个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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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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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在找我吗 我以为你已经睡了呢 没有 我房间的WiFi信号不稳定 所以我去客厅收过创造的电邮 好啊 我给你买了花露水 你平时没事喷上有蚊子 谢谢 你早点休息吧 好 你也早点休息 嗯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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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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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开玩笑 这种事情怎么能开玩笑呢 你是说真的 怎么了 你想跟我结婚 我就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你说你这样 你不会让别人认为你是个奇葩吗 奇葩 你能这样 我特别地感动 可是 作为男人 我负不了这个责 可是你刚才还说你爱我 吴小姐 像你这样的女孩 会有很多人爱你 那可惜 没有我 我们还是退回去做朋友吧 反正什么事没发生 那我们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先走了 我这都已经跟你记得差不多了 再有什么遗漏的 你就直接打电话问我吧 你都没喝酒 你都没喝酒 我喝不了 我开着你小舅舅车来的 那你刚刚还让我到 我记得 你不是不喜欢红酒的味道吗 我以前还不喜欢爵士呢 我以前还不喜欢爵士呢 可是我最近听着 觉得还挺好听的 蝶和音响都是你的 搬家的时候 你为什么没拿走啊 我怕麻烦 我要想听我快点可以自己买 这红酒的后值大 拼拼得了 别喝多了 我也是最近才喜欢上这种 苦苦的 瑟瑟的感觉 以前不爱喝是因为不懂 现在我觉得 它挺好喝的 那你可以吃吃臭豆腐啊 那吃起来才是真香的 这样吧 我把咱们家周围的好吃的 要不全给你寄下来 那臭豆腐啊 就是咱们家 不 就你 你这个小区 对面这胡同里 胡那人开的 你太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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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惜 这杯子三百多块钱一个呢 记得我当时我狠了多大的心 才买了这么一套 我说过你不用收拾了 你走吧 没事 这随波人家不好收拾 还有我来 我说过你不用收拾了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 你回来 你是不是觉得我离开你就活不下去了 你太敏感了 我就是想跟你交代清楚 你是不是觉得把这些破事交代完了 你就可以心安理得过 你想要的生活去了 你这又是闹哪一处啊 我没有闹吕不凡 我今天没有闹 你别再想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 那你什么意思啊 我就想问问你 你觉得现在这样好吗 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我看你一个人 不是过得也挺好的吗 好 那我明白了 我看见他只有一种感觉 知道吗 我觉得可笑 你不知好歹也得有个限度吧 随便你怎么说 无所谓 随你 你怎么说我都可以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汪小璐离开谁 我都能活得好好的 你以为我离开你就活不下去了是吗 吕不凡我告诉你你错了 还有 带着他 赶紧从我视线里消失 以后别再拿这玩意来恶心我 汪小璐 你根本就不明白 你根本就不明白 托你的福 我现在明白了 你怎么办 我跟你说他这两天特别的乖 干家务还给我炖果汁呢 那当然了 我教育得好吧 你怎么样啊 老公 等一下 我有电话进来 先不跟你说了啊 一会儿再跟你聊 喂 你好 哪里 派出所 什么 你们都谁在呢 谁来陪陪我呀 小璐 现在微信有点事 我要赶去处理一下 处理完了就过去 你跟李不凡怎么样啊 我觉得我像一个 大傻子一样的 刚走 这样吧 你让吴雨先过去陪你去 我这处理完 马上赶过去 好吗 好厌 好厌 你自己恢复好吗 我 我 就它是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 你去哪儿 在哪儿 你去哪儿 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我 我有朋友要自杀 我得去救命 能不能让给我啊 那你先来吧 快来找 谢谢 谢谢 没事没事 师傅 司机酒店 喂 老白 我刚跟吴宇通电话 他那儿好像有点不对劲 我先过去看一眼啊 回头跟你说 你甭操心了 对不起 暂时无人接 吴宇 你在哪儿呢 怎么接电话 我有点急事处理一下 你先陪下小路 弄完了以后我去找你们啊 1108 怎么不接电话呀 吴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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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员 你 你帮我 你帮我开一下这个房子 房 房盆行吗 请问你住在这里吗 我 我朋友在里边 他就不接电话 我担心他出事 不好意思 我们姐姐也规定 必须要出示有效的身份证件 你来听一下 我现在打着就是他电话 你听见了吗 你听见电话响了吗 他就在里边 我担心他响不开 你说万一他出什么事 你们酒店负得起责任吗 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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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乌宇 乌宇你怎么了 你这什么路子呀 我大老爷跑过来 你就把我关的门外 一句话也不说 你怎么了乌宇 乌宇 乌宇 我没事 你这叫没事啊 你这眼睛酷得跟烂桃似的 是不是那方晓语欺负你了 我都不想你了 那王八蛋 是不是骗你上场 然后就完事了 不是 你别乱猜了 那他强奸你了 不是 都说了让你别乱猜了 那 那是什么呀 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呀 你别问了行不行 我都让你别问了 我有什么事不能说的呀 我都来了 你有什么事你告诉我 我帮你去顶着呀 我都来了 你有什么事你告诉我 你说你 行行行行 你别人说拉倒我也不问了 别哭了啊 乌宇 你要是不想说的话我就不问了啊 那你别哭了行吗 小陆 不是 我从小到大 第一次这么丢脸 丢脸 好了 两位孩子 你们的家长来接你们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怎么样 你俩没事吧 他们俩是没事 可是他们犯的事可不少 无造驾驶 超速飙车扰民 还装回了公共授丝 是是是 不过幸亏你们有一辆好车啊 否则你不是到这里来领他们了 是是是 你们这些做家长的 可太放动自己的孩子了 对 都是我们的责任 对不起 未成年无造驾驶 也是可以被行政拘留的 对不起啊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们 过前天你们是粗饭 遇行政拘留嘛 就免了吧 行政处罚还是必须要有的 罚款两千 好好好 两千还不包括那些 先闭嘴 赶紧走 去 往交发管去 谢谢您啊 就这渣男 就得拉出去 剁手剁脚 撑逼他五十次 都不行 还得再遭雷屁 屁他五十次 行了吧 解气了吧 你说你为这种人 你 你生什么气啊 是不是还哭那么伤心 我是为我自己 你说我是不是自作自受啊 我以为这样的故事不属于我 我以为这样的痛苦不属于我 那天你看着我走 那天你看着我走 你为什么没有挖留 你为什么没有挖留 这故事也许不同 这痛苦也许不属于我 这故事也许不同 这痛苦也许不属于我 我还在远远地看着你 却不承认我还在爱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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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因为倔强 对自己说谎 假装没有你也是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